长大之后再看孔一集我根本笑不出来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重读孔一集 我会完整地朗读原文 并且在中间穿插讲解 这期视频有16分钟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看完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 都是当街一个屈齿形的大柜台 柜里边预备着热水 可以随时温酒 做工的人 傍午傍晚散了工 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现在每晚要涨到十文 靠柜外站着 热热地喝了休息 唐肯多花一文 便可以买一叠盐竹笋 或者茴香豆 做下酒物了 如果出到十几文 那就能买一样荤菜 但这些顾客多是短一帮 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 才夺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 要酒要菜慢慢地作和 在第一段里 我们通过我 也就是小伙计的视角 看到了两种人 短一帮和穿长衫的 短一帮大多是做工的 没什么钱 在柜台外站着喝酒 穿长衫的更有钱 他们干什么都很从容 连走路都是夺 慢慢悠悠地走 喝酒是要酒要菜 坐下来慢慢喝 我是长大之后才知道 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 是没有夺的资本的 那为什么要在文章开头 描写短一帮和穿长衫的 因为 孔一己是站着喝酒 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站着喝酒是别人眼里的他 穿长衫是他眼中的自己 我从12岁起 便在镇口的咸横酒店里当伙计 掌柜说样子太傻 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 就在外边做点事吧 外边的短一主顾虽然容易说话 但唠唠叨叨 缠家不清的也很不少 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 黄酒从坛子里咬出 看过胡子底有水没有 又轻看将胡子放在热水里 然后放心 看到这你会不会觉得 果然人穷事多 可紧接着 在这严重的监督下 颤水也很为难 不怪人家盯着 他们真的颤水 虽然短一帮掌柜的 和后来的小伙计 他们都嘲笑孔一己 但是在他们构成的 这个小团体里依然充满着 不信任和算计 所以过了几天 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 幸亏箭头的情面大 辞退不得 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 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 专管我的职务 虽然没有什么失职 但总觉得有些单调 有些无聊 掌柜是一副胸脸孔 主顾也没有好生气 叫人活泼不得 只有孔一己到店 才可以笑几声 所以至今还记得 注意这个笑 在后文里会反复出现 这个字越看越让人毛骨悚然 孔一己是站着喝酒 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 清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 一部乱喷喷的花白的胡子 通过后文咱们可以知道 他这个伤啊 可能是因为偷东西被人打的 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没有家 他对人说话 总是满口知乎者也 叫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孔 别人便从苗红纸上的 上大人孔一己 这半懂不懂的话里 替他取下了一个绰号 叫做孔一己 苗红就是这个 过去小孩子学写字是用的字帖 这几个字很随机的成为了一个人的代号 看完文章你会发现 孔一己的死没有人在意 孔一己是谁也没有人在意 孔一己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笑第二次出现 其实大家都是穷苦人 但他们会找一个更不幸的人当乐子 有的叫道 孔一己 你脸上又添上心上疤了 他不回答 对柜里说 温两碗酒 要一碗回香豆 便排出酒闻大钱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东西了 孔一己睁大眼睛说 你怎么这样凭空屋人清白 什么清白 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他们觉得孔一己是偷东西去换钱 可孔一己偷的是书 书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能换钱的东西 可是对于孔一己来说会不会有更重要的意义 孔一己偷了何家的书而不是金银财宝 但是何家并没有因为这种差别而饶恕他 依然是毫无尊严的吊起来打 孔一己便战红了脸 额上的清金迢迢站出争辩道 窃书不能算偷 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君子顾穷什么者乎之类 眼的众人都轰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句话后边还会出现 这些酒客并不是站在道德的角度 说你空一己偷东西不对 他们只是想看他胡言乱语的出洋相 孔一己的窘迫是他们的快乐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 孔一己原来也读过书 但终于没有进学 又不会迎生 于是愈过愈穷 弄到将要讨饭了 幸而写的一笔好字 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 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 便是好吃懒做 做不到几天 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宴一起失踪 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 孔一己没有法 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但他在我们店里 品行却比别人都好 就是从不拖欠 虽然见货没有献钱 暂时记在坟板上 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 从坟板上逝去了孔一己的名字 这很矛盾 孔一己吃得了读书的苦 却吃不了工作的苦 他有着读书人的清高 却干小偷小摸的事 大家觉不觉得很奇怪 他都已经小偷小摸了 为什么还不欠酒店的钱 我猜测啊 因为小偷小摸在暗 只要别人没亲眼看见 再加上孔一己偷东西 有自己的原则 他就觉得那不是偷 可是欠酒店的钱 这就是明面上的道德瑕疵了 他的自尊心不允许 他的名字一直挂在酒店的坟板上 孔一己喝过半碗酒 张宏的脸色渐渐复了圆 旁人便又问道 孔一己 你当真认得字吗 孔一己看着问他的人 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 他们便接着说道 你怎能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孔一己立刻显出 推唐不安的模样 脸上拢上了一层灰色 嘴里说些话 这回可是全是知乎者也之类 一些不懂了 这里有一个很细腻的心理上的变化 孔一己先是为自己读书识字而骄傲 你一个无知的人凭什么质疑我 可紧跟着他们说道痛处了 你没有功名 你读的书屁也不是 孔一己后边那些知乎者也让人听不懂的话 有没有可能表达的是一种无力的反抗和一种迷茫 我读书了 但我确实没读出个结果 可我不能说读书没有用 那我之前读的书算什么呢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 众人也都轰笑起来 殿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笑在这里第四次出现 殿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第二次出现 在这些抗壳眼里 孔一己因为窘迫而出现的胡言乱语令他们快乐 在这些时候 我也可以附和着笑 掌柜是绝不责备的 而且掌柜见了孔一己 也每每这样问他 引人发笑 笑第五第六次出现 文章里的我也就是小伙计 一开始对孔一己是没有感觉的 可是随着文章的发展 大家都笑了 掌柜的允许他跟着一起笑过孔一己 逐渐的小伙计跟掌柜的跟那些酒客站到一起去了 孔一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 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有一回对我说道 你读过书吗 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 读过书 我便考你一考 回香豆的回字怎样写的 我想烤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 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孔一己等了许久 很恳切地说道 不能写吧 我交给你记着 这些字应该记着 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离得还很远 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回香豆上仗 又好笑又不耐烦 懒懒地答他道 谁要你叫 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吗 孔一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 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 点头说 对呀对呀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我欲不耐烦了 挪着嘴走远 孔一己刚用指甲沾了酒 想在柜上写字 见我毫不若心 便又叹一口气 显出极晚期的样子 虽然我跟其他人一样 把孔一己当笑话 从心里看不起他 但孔一己因为我是孩子 觉得我是不一样的 是可以教的 经典来了 回字有四样写法 在意这几种写法的人 跟孔一己不在一间屋子里 跟他在一间屋子里的 不在意这几种写法 孔一己是穿长衫 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 有几回 邻居孩子听得笑声 也敢热闹 围住了孔一己 他便给他们回香豆吃 一人一颗 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 孔一己着了慌 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 弯下腰去说道 不多了 我已经不多了 执起身又看一看豆 自己摇头说 不多不多 多胡哉 不多也 于是这一群孩子 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又是笑 或许是读书使他善良 或许是本性就善良 孔一己愿意教孩子写字 也愿意把他用来之不易的钱 换来的回香豆 分给孩子们吃 多胡哉 不多也 跟前面的君子顾穷 大概都出自论语 在文章里 这些话的本意不重要 文章里想体现的是 孔一己真的读过书 这些书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 孔一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可是没有他别人遍野这么过 有一天 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 掌柜正在慢慢地结账 取家粉板忽然说 孔一己长久没有来了 还欠十九个钱呢 我猜也觉得 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 他怎么会来 他打折了腿了 掌柜说 哦 他总仍旧是偷 这一回是自己发昏 竟偷到丁居人家里去了 他家的东西偷的的吗 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 牵血浮便后来是打 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后来呢 后来打折了腿了 打折了怎样呢 怎样 谁晓得许是死了 掌柜也不再问 仍然慢慢地算他的账 孔一己偷了丁居人家的东西 丁居人是考上了的孔一己 孔一己是没考上的丁居人 而丁居人对孔一己更狠 再看其他人 有掌柜的 我就是店里的小伙计 加上其他酒客 构成了鲁迅文章里 经典的看客视角 什么是看客 就是看见楼顶上站了一个人 在楼底下喊 你跳啊 等人家真的跳了 他没有丝毫愧疚 只觉得有更大的热闹 可看了的那帮人 中秋之后 秋风是一天两比一天 堪堪将近初冬 我整天地靠着火 也需穿上棉袄了 一天的下半天 没有一个顾客 我正合了眼坐着 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 温一碗酒 这声音虽然极低 却很耳熟 看时又全没有人 站起来向外一望 那孔一己便在柜台下 对了门槛坐着 他脸上黑而且瘦 已经不成样子了 穿一件破家袄 盘着两腿 下面垫一个扑包 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见了我又说道 轮一万酒 掌柜也伸出头去 一面说 孔一己吗 你还欠十九个钱呢 孔一己很颓唐地 仰面大道 下回还清吧 这一回是现前 酒要好 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 笑着对他说 孔一己 你又偷了东西了 但这回他却不十分分辨 但说了一句 不要取笑 取笑啊 要是不偷 怎么会打断腿 孔一己低声说道 跌断 跌 跌 放在我手里 见他满手是泥 原来他便是用这手走来的 不一会儿他喝完酒 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 坐着 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孔一己终于出现了 这一次他大约是残了 而那些看客们 有人可怜他吗 有人帮他吗 看客们依旧是笑 自此以后 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一己 到了年关 掌柜取下坟板说 孔一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 孔一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了中秋可是没有说 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看见 大约孔一己的确死了 1919年3月 一个人 活着的时候是别人的乐子 消失了之后 唯一被人记着的 是他欠了十九个钱 而时间长了 连这十九个钱都没有人提了 他死了 他是真的死了 这篇稿子我是写了又改 改了又写了 有三天了 直到今天我告诉自己 不要再写了 要不永远也写不完 我对这篇文章的解读 到这里暂且结束 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 也留给多年之后的我自己 听历史古文就搜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 你的表情